到目前為止累積交往過的男友 超過三個以上的舉手好嗎 超過四個的 超過五個的 打呼吸玉書 Oh my God 打呼吸玉書了 No 60個 她是最安靜的一個 60個 你60個 可是她今天妝感有點重 而且她好得意喔 她一直走一腿 妳看 我都會摔下去 白季啊 怎麼可能 妳的交往過60個是什麼意思 就60幾個男朋友 就是有正式說要在一起 妳怎麼忙得過來 妳是同一次 同時間會有手上有五個嗎 還是 沒有 就因為一開始初戀 在國一的時候 就是有被傷害過 然後之後我就覺得就是 就很討厭男生 我覺得男生談戀愛一定 就只是為了下半生思考而已 所以就那個就 太早講入這個 妳幾歲 妳現在幾歲 妳現在十幾 十幾 十七 十七天啊 十歲… 她十二十三她就已經 我們的初戀好無聊喔 對啊 因為好天啊 就是妳來 妳坐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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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來 妳坐在這我給妳 所以她說她初戀受到傷害 從此不再信任男生 然後展開了復仇之旅是不是 對 就抱著玩一玩的心情是不是 對 所以妳每一次把到一個男生 說好了她是妳男友之後 妳就開始籌備怎麼樣把她甩掉 就是就算自己真的有喜歡上她 但是我覺得我一定要比她 說分手前還要更先說分手 那有重疊的嗎 有 大概的 那有譬如說忘記了嗎 這個之前交往過 應該會有 應該會有六十的 阿姬啊… 妳這一集真的很有熱情 對啊 那我一直都做 沒有 妳眼睛現在發光 對…那我要問 因為剛剛竟然和妳講到忘記 那我想問 那妳有忘記跟淡記嗎 哪個…春天都那時候 覺得人特別多 哪時候是淡記 到現在有段距離 有些會忘記 可是看到人 還是看到她的訊息 還會想起來 妳沒有忘記跟她的忘記 她現在有忘記 但我想說 沒有 我會覺得 她會有很多 證定 容我提醒她一件事情 白小姐 就是 妳知道在康熙來了 講出自己的人生故事 後面很難收拾喔 就是在網路上 可能會引發一些人 對妳批評或者是討論 妳受得了嗎 沒關係喔 所以妳剛才坐在這十個人裡面 聽到有的人還沒有談過戀愛 妳心裡面是在冷笑嗎 沒有 我會覺得 我覺得 就不要被受傷害 我覺得女生就是 要學得保護自己 OK 不要受傷害 然後我們就經歷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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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正面的結尾 嚇死我 所以我們聊一個溫暖的 就是那個跟初戀女友結婚的 那件事情 好… 這是童話了 神話 石修先生 哈囉 你進演藝圈之後 認識了很多女明星 有 有的漂亮 有的性感 一定都很吸引你 有啦 你有沒有後悔過 你幹嘛跟初戀女友結婚 有時候有一個錯覺的 以為真的跟對方有發生一個感情 是 如果你沒有一個投入的話 那個戲演不起來 戲演不好 對不對 但是拍完戲我們很快 要去另外一組 要對 有另外一個對手 然後前面一個那個 假的感情又慢慢就淡 滿淡 你就靠著一直換戲 還好…就是我那個拍戲 每一個戲 那個距離比較緊一點 可是當時你的朋友 不會勸你說 不要跟初戀女友結婚嗎 因為跟初戀結婚聽起來 很冒險 就是你後來 萬一認識一個更… 那個時候我自己也沒有想得很清楚 為什麼有結婚 我也想不得很清楚 因為我跟我的女朋友真是 她很小 她本來就 我沒有打算跟她拍拖的 我認識她的時候她才14歲 那是你幾歲 大家都好結婚喔 那是謝大哥 那是你幾歲 對 我十幾歲 19跟14 所以你幾歲 現在我的太太 本來就是我的好朋友 的妹妹 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是14歲 對 但是我跟她約會的時候 她差不多兩年紀後 16歲 16歲 你還是可以被逮捕啊 對啊 招招了 幹嘛 對啊 跟初戀的對象結婚這件事情 很幸福的舉手好嗎 真的嗎 琪琪妳覺得幸福嗎 很幸福啊 可是妳已經錯過了 對 妳知道阿喜 現在的男朋友是誰嗎 來喔 來 什麼 為什麼要來 沒有啊 就是說講到阿喜嘛 所以妳知道她的男朋友是誰嗎 這是她現在的男友嗎 對 可能也有參與吧 我在猜啦 可能嘛 有嗎 可能也有參與 你不要亂說 可能也有參與 妳的初戀是 我的初戀很晚 發出臭味 妳注意到她那個 我的初戀是發出臭味 但是我自己覺得很夢幻 她怎麼臭 大家知道其實 韭菜鍋貼是一個臭的東西 然後我就有一天 進補習班的時候 那時候我才是一個國中生 大概約莫國二 然後我一進補習班就想說 天啊 誰吃這種東西 臭到要死 我已經轉頭 請問妳國二的時候 像他們當中的誰嗎 一點都不是 我國二的時候很臭 其實也沒有要化妝或什麼 那種路線 沒有化妝 然後就是有長一些鬍鬚 是這種鬍鬚 然後頭髮那時候 也還是有髮徑的 所以我是短髮 但我個人非常不適合短髮 長得就像一位男人 然後我... 其實現在我從這個角度看 妳還是有一些鬍鬚耶 但現在後來大家都說 長鬍鬚是美女啊 我還好跟上這波潮流 當時先踩什麼 當時身材就是比現在還要更壯一點 大概快要逼近60公斤 所以妳迷戀那個吃韭菜 我一轉過去看到 怎麼吃韭菜 講那麼迷人啊 好帥喔 好帥 然後我就一直不停的跟蹤她 然後咧 我那陣子就是 除了不停的跟蹤她以外 我還看到就是 她的鉛筆盒裡面有護唇膏 然後她的護唇膏 我還去偷看她用到什麼程度 我就去買了一個 一模一樣的護唇膏 用到跟她一樣程度之後 把她交換 幹嘛 我想說一下 好變態喔 對 間接接吻耶 妳不願意拿她的刮鬍鬚來用 是不是很喜歡她嗎 我沒有機會拿到她的刮鬍鬚 不然我也會刮 然後那個時候 她是坐在我的前面 我就每天一直偷看她 結果她有一天就被老師 調去我的後面坐 後來我上課的時候 然後我都要一直轉過去 我怕她沒看到我 我就轉了一半 然後我都這樣看老師上課 她有沒有注意到妳 她覺得我很煩 然後我還會一直拿相機要拍她 所以等一下 到目前為止 這只是單戀 對 這是我的單戀 後來妳得到她沒有 我後來跟她真的在一起 是變成她追我 但是是在我大學的時候 可是中間也是因為她 所以我才教了我正式的初戀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子一路暗戀她到高中 然後就變態行徑也一直到高中 我就發現她交女朋友了 所以我才去交了我第一個男朋友 妳是心死了是不是 對 就想說怎麼可以輸 後來又弄到她是因為 在一次國中的那種聚會 然後我們就是大家 又在會上面見到 碰到之後我又開始燃起了一絲 那妳是又變得更正了嗎 那時候變成比較正常 就跟現在長得差不多 然後她還是維持一樣的帥度嗎 她還是維持一樣的帥度 我還是覺得很綿 她長得像周星馳 後來我就不 一直不停的出現在她眼前 因為我又怕她沒看到我 所以我就會掌握一下 她每天的行蹤 她譬如說她今天幾點到幾點 會去哪一個地方 因為她那時候正在重考 妳很主動耶 出現巧遇 但那個時候不知道 自己這樣是很主動 這樣應該滿容易追到的 後來她就會覺得很習慣了 就是我每天都陪她 所以妳得到她了 就在高中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 很好啊 那有維持很久嗎 沒有交往的第一天 我就好後悔喔 為什麼 因為就是暗戀跟真的交往 真的不一樣耶 我就是第一次跟她 碰那麼近的時候 我才看她 我很堅重 門牙縫開什麼關係 我想講話我沒辦法好看她 我就會一直看她們 然後就被不好專注 她故事好不一樣 實修大叔超有吸引力 比較遠班出 太高雄較勁 十位同學當中 覺得實修那個男生對妳來說 有感覺到她是一個 有吸引力的男士的 請拘修好嗎 我不是 是…我不想再回答一下 妳是覺得她很熱鬥 那樣是個有吸引力的男人拘修 妳說我嗎 對啊 看中間 妳在幹嘛啦 對… 讓我沒興趣啊 有喔